诗经 国风 秦风 魏阳 我颂旧事 约至魏阳 何以赠之 陆居圣皇 我颂旧事 忧忧我思 何以赠之 穷归玉佩 诗经 国风 秦风 魏阳 导言 示意 毛诗序 魏阳 康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 晋献公之女 文公遭立姬之难 魏阳 而秦姬足 武公大文公 康公实为大子 赠送文公于魏之阳 念母之不见也 我见旧事 如母存烟 及其即位 私而作 事师也 秦康公的母亲 是晋献公的女儿 晋献公宠爱妃子 立姬 悟信她的诬陷挑拨 太子深生 因此自杀 宠儿也仓促逃亡 实称 立姬之乱 秦康公 魏舅舅 晋文公 崇尔 送行回晋 到了渭水以北 看着母舅 摇念已经过世的母亲 也思虑母舅晋国的纷乱政局 不知此行安危如何 可谓忧思重重 生就宋别时候 真情流露 送给舅舅可以乘坐的 陆居圣皇 可以随身细带的 穷归玉佩 为阳之思 为阳之情 成为后世生就 秦深思念的典故 本首诗经可见玉文化缩影 礼记玉藻曰 古之君子必配玉 又止觉 左宫语 趋以采齐 行以四下 周旋重规 折旋重举 禁则依之 退则扬之 然后玉枪明也 展现君子配玉的风采 而配玉在德 以玉赠人 不仅是重礼 也是仍我以德相待的诚挚后裔 诗中圣皇 多视意为四匹黄马 然而 根据以下经典 圣皇不但是四马 四虎的长寿神寿 骑上他的人 更可以长寿绵延 如此蝶意深厚 除了体贴母舅远行 更有万千祝福意涵 余音绕梁 山海经 海外西经 白民之国在龙于北 白身披法 有圣皇 其壮如虎 其背上有脚 成之寿两千岁 豹朴子那篇 对俗 藤皇之马 极光之寿 皆寿三千岁 短短八句 三十二字 意义深远 其余观点 与历史故事 留与您继续赏兮 我为舅舅送行 到达渭水北方 该送他什么好呢 人均用居 圣皇骏马 我为舅舅送行 我的思念悠悠长长 该送他什么好呢 瑰丽的美食欲配 未经许可顽